他对我的好事那种压力 我真的受不了 我全心全意为他着想 他怎么就不知足呢 我有我的生活和选择 我希望他能尊重我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以后 可他都不理解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鹤24岁 来自重庆摄影有请 女嘉宾小鹏25岁 来自浙江主播有请 欢迎老妹啊 是工作伙伴吗 一个摄影 一个主播 是一间公司的吗 不是 咋认识的 朋友介绍认识的 听说男生很关怀女生 无微不至 对吧 太夸张了 什么叫夸张 是不是对你特别好 他现在对我是有点好的过头了 还有嫌好的过头的呢 你们俩谈了爱多久了 我俩朋友介绍认识两年了 那对你还能那么好不错呀 她一开始对我是挺好的 但到后来她这好的程度啊 就越来越奇怪了 就越来越离谱了 来来来 我们听听怎么离谱啊 我本来是一个 就是比较独立的一个女孩子 就我从上大学开始 就一直是一个人在外地读书 我就个性比较独立嘛 身边也很少人 能够关心我什么的 她出现了 就每天一日三餐 就问我吃什么 然后晚上她还要催我睡觉 她还给我准备了一些 就是饮料 就每天给我准备不一样的饮料 就准备了好长一段时间 都是她经手制作的 然后我觉得她是真不错 那会儿是觉得她是真不错 但是现在我渐渐觉得 有点受不了她了 怎么就受不了了呢 就 不是挺好吗 这么关照也不行啊 就拿我那个吃饭来举例子吧 吃饭 比如说我想吃糖醋排骨 她能给我做一个月糖醋排骨 连续吃 这你受得了吗 那次是你说你想吃糖醋排骨嘛 然后我就去找攻略啊 找视频 找教程来做 我给你做好了端上来 你说好吃 我就寻思到你要爱吃 我多做几顿 我一直做 然后你又不喜欢吃 你又直接跟我说呀 吃腻了你就跟我说嘛 给你做其他的 我觉得我费心费力了 我也是为了你好呀 你爱吃我就给你做呀 你是给我做 但是你做的那一大桌菜 我能说不行吗 这我也不能说它不好 那我只能强忍地吃下去了 你是真嘚瑟 还强忍着吃下去 你可以不吃 真行啊 现在的孩子 你换个谁 你吃一个月一道菜 你总给腻的吧 你是做一桌子菜 还是做一道菜啊 他是做一桌子 但一定会有那一道菜 对啊 那不就行了吗 你怎么不信 你也从来没有心疼过 他说亲爱的 就做一糖醋排骨就够了 别做一桌子了 我有跟他说 我想下厨做饭呢 他不让我做饭 这是为啥 他做饭可难吃了 他还把我做饭倒了 因为我是干摄影呢 有一次我朋友过来拿设备 然后他刚好去尝试一下 一个叫什么鱼香饺子 看叫成做 做得特别咸 然后非要让我朋友尝一下 然后我朋友吃不下去 他过来尝 然后有那么难吃吗 他自己吃 他自己也吃不下去 然后后来他又做了一个什么 蘑菇汤 里面还加奶油 法式奶油蘑菇汤 我就跟你说活该你做一桌子菜 你也别说了啊 真是 可是人都是要有进步的 他就不给我进步的空间